欢迎收看北美地方新闻 大家好我是若鱼 我们新闻一开始先来关注的是 美国商务部最近有公布了 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主要是反映出新冠疫情期间 民众的支出从服务消费 转向为商品消费 在全世界供应链紧缩之下 企业都在节约补足存货 导致美国2022年的贸易逆差 也不大可能缩小多少 恐怕会影响经济成长 我们来看完整报道 路透社报道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2021年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新高 主因是企业为了满足强劲内需 而补足空荡荡的货架 进而带动进口暴增 专家说 即使国内需求转回服务消费 美国捕获的需要仍将导致进口强劲 最终随着内需开始减缓 全球经济持续复苏 我们预期明年贸易将成为 推动经济成长的中性力量 巨大的贸易逆差 凸显新冠疫情期间 美国人的消费模式改变 千百万人被困在家或居家上班 导致在外用餐 看电影和听音乐会的花费大减 消费转移到购买手机 庭院设备和家具等用品上 政府的疫情纾困增大了家庭财力 也增加了民众的花钱意愿 美国2021年贸易逆差增加27% 来到史上最高的8591亿美元 2020年的贸易逆差为6767亿美元 这样的贸易差距 占据美国国内生产毛额的3.7% 高于2020年的3.2% 2021年美国经济成长5.7% 创自1984年以来最强劲的年度增幅 主因美国政府提供近6兆美元疫情纾困金 刺激消费者对商品的支出 去年的商品贸易逆差 从2020年的9220亿美元 增至创纪录的1.1兆美元 而在工业用品与材料进口 增加到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准 商品进口达到创纪录的2.9亿美元新高 跟资金消费品和其他商品一样 粮食进口创空前新高 2021年自70国的进口量创新记录 其中以墨西哥 加拿大与德国最多 中天中望 智利报道